自成外星人 我贏血做这件事尽世界第一 没关系 反正我快死了 我就不见得雪神怎么会这么说 没有没有 我现在身体比以前都好 但是人的生命本来就很短暂 不管你活得再久 也都是转眼就过的 吓死人啊 原来雪神只是在说退休后 一直很想写书 书名要叫这个啦 交接硬性 他在2013年马王政争纷扰之际 接任法务部长 又在2016年火速签下 政劫死刑令十天后 卸下两年八个月的法务部长蛋子 进去的第一天我都觉得 我很快就会走了 那即使两年多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快 所以我在清东西的时候 根本就一下子 你很多事情你要把它看清看淡 但有件事情 罗因穴一直无法看淡 因为我个身体也是很讨厌的事情 身体还要照顾 还要睡 要穿 要注意他有没有病 你怎么都发现所有身上有癌症的 也只是无意中检查 就发现说怎么有硬宽 我一个好朋友帮我动手术 帮我切掉一片 他就很一副很同情我的一样 我现在都觉得说 身体本来就是臭皮囊一个 早晚就要丢掉了 我说你能够多切掉一些 全部切掉我都无所谓 我们家人好像都对这些事很看得看一样 因为动手术的时候 我现在就拿一张那个什么 放弃急救治疗给我签 我就马上签了 如果是别人的话 可能那个太太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歪意要赶快把我弄掉 可是我都觉得很正常 应该就是这有没有什么好 就是该走就走啦 我应该是手术完了之后就一切OK了 但是因为为了要预防 又做放射治疗 化疗什么 那些东西反而是有点折胎 会弄得皮肤啊 口腔黏膜啊什么都会痛啊 甚至在打化疗症的时候 还要手脚到病 泡到病里面 那口还要寒冰 那那个时候是 讲讲是有点难受啦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因为我学过内观 所以我就可以比较把痛跟苦分开来 还有还有 它退休后发展了一项叠阔 扩大家眼镜的兴趣 同样眼神聚在一起 它就可以消极 我最近没有玩 因为我已经打到全世界第一 在家里我都觉得 好舒服哦 幸福快乐 我其实我是宅病我觉得 那我67岁了 平均余命可能还会活到差不多90岁 那还有那么久要活也好 随时都可以走 什么人死灯灭 就什么都没了 我其实也不相信是这样 我们来参观地球 参观人间 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董新闻 你真的觉得你是个外星人 然后困在一个人类的身体里面这样 我自己也觉得呀 大导